在職業拳壇新經百戰的曹昇如初登亞運擂台 今次是我第一次去參加亞運 心情是挺興奮的 因為自己都未試過去 很希望今次可以在亞運發揮好的表現 由於亞運拳擊比賽屬於業餘拳擊賽事 在打法、規則和節奏上面 都跟他一直參加的職業拳賽有所不同 其實分別都挺大的 整個比賽的節奏和以前都很不同 在備戰的時候 現在是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技術 其實業餘拳賽並非意味著比職業拳賽簡單 兩者沒有高低之分 但在賽制上就有所不同 其中一個明顯的分別 就是在賽事的回合數目 業餘的比賽會是三回合的比賽 節奏方面就會有些類似 如果用跑步來比喻 就好像短跑那樣 如果是職業的話 就可能最長可以打到十二回合 就好像長跑那樣的比喻 為了應付亞運 打慣長途戰的曹昇瑜 就要提升比賽初斷的狀態 因為以前在入局的時候 都不是做得那麼好 現在在調整入局的時候 都會盡量在第一回合 就可以盡量入到那個狀態 卓浩神奇小子的他 是今屆亞運港隊拳擊雲一代表 他希望可以克服職業 轉為業餘的挑戰 爭取好成績 在亞運會延續他的神奇之旅 很希望真的可以得到賞牌 自己在比賽的時候 盡量發揮在平常練習的技術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